生化危机4重制版免费体验版可以下载了 我也体验了十几分钟 很不错 但是我决定不买了 省400块钱 下面说的原因 看看你是否和我的想法一样 首先我并不是生化粉丝 从1998年那会儿 我身边就有很多生化粉 他们一直在向我推荐生化危机0 12345 我玩这种游戏真的害怕 倒不是怕那个画面啊 是真打不过 连生化危机4里边那个最简单的电剧人都打不过 整个生化危机系列 我只打通了生化2的重制版 还是在修改器的帮助下通过的 开头很难 但是完成了理观和外观 通关之后 我的感受是这游戏真的好玩 这是一款非常好的游戏 真心推荐的游戏 我感觉这种游戏的恐惧来自于敌人的强大 敌人数量多 但是自己弹药不足 而且很弱 武器也很弱 我主要是不想在这里面受苦受虐 现实已经很累了 玩游戏还这么紧张 完全受不了 特别是游戏的开始那个部分 学习曲线有点陡峭 我玩过双方危机4的PS2版 NGC版 PC版 但是每次的进度完全的一致 就是到敲钟的那时候就放弃了 还好这次双方危机4重制版的demo体验版 它可以让玩家体验到敲钟的那个进度 我又体验了一遍 游戏很好 但是我不想再玩下去了 我也非常感谢哈普通提供了这段体验版 让我做出了决定 其实前几天发布的那个卧龙也有弹幕演示版 那种魂系列的游戏也会劝退很多外加 不妨也试试 看看是不是又能省400% 遗传观点仅代表我个人的体验 仅供各位参考 不同见解 评论区见